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言千语 我是赖岳谦 朝鲜半岛的核战争的风险是越来越高 目前的局势是已经越来越紧张了 金与正又开始严厉的抨击 韩国又对于朝鲜所实施的空飘气球的 这个战争 韩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止 对于朝鲜所实施的空飘气球 金与正他把这个空飘气球界定 他就是垃圾 装的都是污秽肮脏的东西 而且韩国政府是居心险恶的 战争的风险制造者 所以朝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他也会怀疑颜色 由于金与正把朝鲜 把韩国对于朝鲜所施加的空飘的气球 就界定是垃圾是粪便 所以他常常就会把朝鲜的一些垃圾 一些粪便本身也用空飘气球的方式 还与这个韩国 所以有的时候风势比他大的时候 特别是数量比他多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他飘到韩国的境内 甚至首尔等甚至日本的领事馆的屋顶 有的时候都会飘到这些垃圾 或是这些粪便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粪便从天向而降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现在的情形是因为 尹锡悦其实出席北约的峰会 那出席北约的峰会的时候 跟拜登就谈到了核武的问题 而拜登跟尹锡悦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也就是要提高 朝鲜战争中核武的使用数量 跟核武的可能性 这个就构成了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整个战略 整个政策的一个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情形把朝鲜半岛带向核战争 其实核战争怎么会指在朝鲜半岛呢 也会发展到日本 甚至发展到美国的本土 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关注 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问题之一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伊朗的问题 伊朗的新的总统产生了 伊朗新的总统已经选举出来确定了 那他在伊朗的媒体里面撰文 就谈到了中国的问题 跟俄罗斯的问题 他说他很感念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 在他伊朗最困难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照顾 所以他是怀的感恩之心 那由于怀的感恩之心 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时候 就提到很多大战略的问题 这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 也会跟各位观众朋友 来谈到未来伊朗跟中国的 合作的空间 可能会比前任的总统 甚至更以前来讲 会更为扩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新的总统上来了以后 第一时间那么发表他的文章 那就是代表他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宣示 那他谈了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约 北约现在要用强逼中国的方法 来对抗俄罗斯 那他强逼的方法是用要把中国大陆 在欧洲的一带一路中 所投下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 的这些基础建设要全部没收 那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逼中国大陆去对抗俄罗斯 可是问题是大家在问的是 在前几天莫迪才到俄罗斯去访问 而莫迪去访问的时候 是证实俄罗斯对乌克兰 举行更大规模攻击的时候 可是莫迪跟俄罗斯有拥抱 在过去俄乌战争之前 俄罗斯跟印度的贸易交易额 不会超过五十亿美元 大概就是四十亿美元左右 可是在俄乌冲突之后的这两年间 俄乌本身的贸易额 已经上升到六百五十亿美元 六百五十亿美元 从四十亿到六百五十亿 各位观众朋友 两年多时间增加了十几倍 而欧洲美国北约等这些国家 视而未见 却把眼睛一直盯着中国 而在俄乌战争之前 中俄的贸易已经快到两千亿美元了 目标是两千亿美元 可是已经到了一千八百多亿美元 到一千九了 现在也不过就是两千四百亿美元 增加也不到百分之三十 增加百分之三十跟增加十二倍 百分之一千两百多是不可同日而言 但是问题就在于 您看到美国跟北约的国家 他们本身就是双重标准 我们常讲双重标准 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的国家 那就是不讲是非 不讲道理 那对于这些国家 你只能挺身而反抗 他们现在想要没收 中国大陆在欧洲的资产 我觉得欧洲的国家要想清楚 你们欧洲在中国大陆投下的资产有多少 我觉得要想清楚 特别是美国 这些都要把它想清楚 那另外也留意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很明显的 他要扮演一个造王者 而他的时机表现得太精准了 果然是精明的商人 这位精明的商人 他在于枪击事件之前 他就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 值得我们去探索 好 我们先回来谈第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枪击案之后 拜登该怎么办 枪击事件发生了 这是不幸的事件 但是这也是美国的政治发展 始终的一个常态 我们在昨天也跟观众朋友 隶属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 八位总统死于任上 美国的历史也不够最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间八位 有八位的总统死在身上 其中四位是被枪击而死亡的 有的是直接死亡 有的是间接死亡 像林肯就是第一位 被枪击死亡的 甘乃迪是最后一位 被枪击死亡的 那枪击没有死亡的 是在甘乃迪之后 包括雷根在里面 那卸任总统之后被枪击的 包括老罗斯福总统 以及现在的特朗普前总统 那特朗普又是现任的 总统候选人 所以美国的政治史 其实就是一部暴力史 美国的总统政治选举史上 就是一部充满了血腥的一个历史 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 基本上是呈现出很不稳定的 更何况在四年前 由于落选者指控当选者 他本身有先及无弊之宜 所以发动群众去包围了 他们的这个国会 那现在的情况是 这一位发动群众包围美国国会的 又成为总统候选人 而这位总统候选人又遭到枪击 他是受害者 毫无疑问的受害者 而且枪手明显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那枪手20岁年轻人 特朗普于死地 特朗普受伤了 他是一个经典的受害者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一想 如果这一位受害者 他最终没有当选 美国会怎么样 支持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 他们会做什么事 你很难去想象 也不敢去想象 我相信美国现在的政治权力的精英者 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这 这些人他们 我讲的是政治 掌握政治权力的 也就是长期以来 垄断支配政治权力的少数掌权者 这些少数掌签证 我想他们内心里面一定要盘算一件事 万一 特朗普又落选 那那个时候的美国会是怎么样 因为特朗普是挑战既得权力者 那他挑战既得权力者 而他又是受害者 而目前他的民调支持度最高 而他的看好度也最高 目前来讲已经看好度达到了70%了 看好度达到70% 支持度也高 甚至摇摆州也大部分都倒向特朗普 而如果最后他落选了会怎么样 我想这少数的掌权者 他们内心里面会惶恐焦虑不安 而跟这个掌权者有密切关系的 这些财团 这些财团他们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 而且是庞大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相信观众朋友都已经耳熟能响了 就是美国1%的人掌握了美国90%的财富 那你看看美国的财富分配如此的不均 富的人如此的有钱 穷的人如此的穷 而普遍广大的人 却是在于基本的生活线上过日子 虽不穷但是也不富 但是任何经济的草动的波动 他们都会感受甚深 这样的一群无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 一直在扩大的美国社会 而中产阶级一直在流失 而资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 但是掌握的财富却越来越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美国社会结构 而这些掌握整个政治权力核心的这些人 他本身也掌握了经济的核心 他们内心里面会在想 万一拜登又赢了 特朗普又输了 那会是怎么样 他们的利益会不会遭受重大的损害 他们所赖于享受的这些特权 会不会受到重大的侵袭 那么甚至这些底层的无产阶级的 会不会借这个机会来去推翻 那么改变他们的目前的 现存的政治利益支配的权力结构 所以怎么可以让特朗普输呢 这是他们内心里面不会讲出来 但是有没有可能放在心中 一直在想特朗普万一又输了怎么办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了 对于拜登来说他现在该怎么办 他当然想赢 他的团队也想赢 因为他的团队都不想成为失业者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浮风唤雨 成为一个掌权者 一个利益的支配者 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那因此走在拜登里面团队的这一小群人 他们当然要让拜登赢 可是这个选战该怎么打 现在还可以批评特朗普个人吗 他是受害者 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受害者 绝对不是自老自远的一个受害者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还能够攻击特朗普吗 如果不能攻击特朗普 那是不是要把整个政策 转向指攻击特朗普的政策 可是你攻击特朗普的政策 难道不就是在攻击特朗普吗 那还是你要转调 成为攻击共和党的政策 这个仗就很难打了 会不会显得软弱无力 会不会显得打在外围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就是这个稍稍外面的鞋子 但是你止不了羊 该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的选战显得很难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特朗普我们看到 他的选战战略马上出来了 他以赢为他的最高目标 所以他借由他这一次 一个受害者的立场 他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 来缓和这些厌恶他的人的情绪 争取更多人的同情跟好感 转化中间选民 想办法把他的支持者扩大最大化 把他厌恶他的人往下再降一点 所以他非但没有谴责特勤 他感谢特勤人 他感谢医疗团队 他强调他第一时间 就在关心当地的支持者 在强化 凝据这些支持特朗普的 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们的更加的凝据 更加的以他为一种新的领袖 以他为核心的领袖 所以他表现出 那都是事后话了 他表现出他在看的 就是他的支持者有没有人受伤 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 他不在乎他自己的安危 他只关心他的人民 你想想看做得多漂亮 接着他对拜登的团队 完全没有批评 没有指责 他说我们要团结 好像展现出他的雍容大度 跟他过去的刁砖 刻薄 然后这个语言犀利批判人 那么刀刀见血的 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改变另外一种 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特朗普 雍容大度的特朗普 是虚伪至极 但是他展现出他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姿态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是不是会让拜登 他们显得更加的困难 说我们要团结美国 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然后他的那张画面 已经变成所有的T恤 最热门的东西 每个人都看到了 就是特朗普耳朵流血受伤 手举的拳头背后有一个 青天 美国的国企在后面飘扬 这个多么经典的画面 如此经典的画面成为 网络最畅销的一个T恤 一个甚至会用在各种马克杯 各种展品上 特朗普的形象 自动的就有人在那边大发力士 来帮他做宣传 那就对特朗普来讲 有多大的帮助呢 那帮助巨大呀 所以第一时间很多分析者 都认为七成的胜算了 七成啊 总统先举 接着我们看到了各国的领袖 在第一时间表达慰问 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而遭遇到不幸 他是受害者 所以各国的候选人 马上就慰问了 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大陆的 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也跟特朗普 至于慰问 特朗普当然会放在心里面 也就是说第一时间就慰问的人 他会特别留意 例如说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总理 在第一时间就慰问了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还有中国的总理 后来的印度等等 陆陆续续 才有其他的国家跟上来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他们本身跟特朗普 就直接建立管道了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盟友 他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特朗普会赢呢 激励那么大 那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是不是要跟特朗普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他们是不是要派出庞大的 这些外交人员 然后开始跟共和党的人 有密切的接触 也就是应该更经营 跟共和党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 拜登会不会就相对来讲 被冷落了 虽然表面上还维持 你是美国的领导者 但是你有一个地下的领导者 已经很映然的出现了 很明显的他成为一个 很有可能马上 四个月后要接替你的人 所以未来拜登跟他的团队 会不会要想办法展示 拜登还是唯一的决策者 而要求他的盟国追随他呢 那这样的情形下 他的盟国如果开始拒绝了 然后或者是他要求 他的盟国去对抗 哪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愿意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现在要思考的是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那他们要不要再追随拜登呢 所以这后面的这四个月 对拜登还有多少空间 还有多少能耐 来展现他的外交呢 在这四北约中 就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 拜登已经不再是 真正北约的领导者 所以美国的主流媒体说 现在纪念七十五周年 还会有七十六周年吗 他们说现在在台面上的 这些政治人物 明年的时候还有几个人 还站在台面上呢 所以这些充满的冷嘲热讽 不看好北约的发展 那你想想看那些北约的成员国 他们心里面怎么想 美国的盟国 东北亚的日本韩国 已经偷偷的都开始在跟特朗普 开始建立关系了 那拜登的敌对者 他们也会在想 那特朗普上来了以后 他的政策会是怎么样 那空间会在哪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拜登的这个团队 已经没有办法再主导 美国真正的外交了 拜登该怎么办 攻击特朗普也不是 不攻击也不是 要施展拜登 是盟国的世界领袖 看起来空间越来越小 然后更多的他的盟国 已经各怀鬼胎 那这个选战该怎么打 拜登之后的这四个月 该怎么办 那如果真的特朗普再选输了 那拜登怎么去面对 他连任当时所可能产生的危机 可能产生的美国的真正的内战 美国会不会爆发出严重的内战 这个都是很难想象 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拜登目前的困难 一箩筐摆在他桌上 他该怎么办 那这个有观众朋友 也可以给他一点建议 他该怎么办 好 我们再来谈一下马斯克 马斯克是不是要扮演一个 造王者的一个角色 他的出手之精准 令我们自探俘虏 为什么 根据商业内幕的报导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已经向支持特朗普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了一笔没有公开的资金 而据说这笔资金 十分十分十分 我用三个十分的巨大 那这个很明显的 如果他们的报导是属实的话 那很明显的马斯克他的态度 就是我捐这么大的一笔钱 就是马上要吸引特朗普 对他的最高的关注 马斯克他在很多的时候 都已经特别强调 他的媒体 特朗普在使用是没有困难的 他一直在批评攻击民主党的拜登 那很明显的 他其实是在暗中支持共和党的 这个特朗普 但是我们看到了 特朗普的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 对于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询问 他们不予置评 彭博资讯他就报导说 这笔数量是相当的大啊 而且马斯克也从来不对 对这个地方来做回应 马斯克到今天没有公开力挺 哪一位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在之前曾经在X上表示 没有计划向任何一位候选人来捐款 那是因为他对于拜登的 这个一直打贸易战打关税战 然后一直挑动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一个对抗性的一个战争 他跟很多的美国的资本家 美国的企业家 不管是iPhone的执行长 不管是微软的执行长 他跟美国广大的甚至灰达 就因叶达的执行长等等 他们其实都共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反对拜登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跟中国大陆搞这个去风险化 然后搞这种实质上经济上的对抗 他们认为这个对于整个美国 对于中国对整个世界的经济 甚至对他们的企业 根本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只有伤害 中美两国应该在经济贸易上 有更多的合作 共同来制定规则 制定标准 然后融成为一体 这个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中国 更有利于全世界 所以他们一直反对拜登 这三年多来的政策 他们一说二说三说 他们不断的去呼吁 不断的去透过公关公司 要去说动这个拜登 但是拜登的整个团队 民主党本来在过去 就从来不在乎 这些大企业家他们的意见 这些大企业家 对美国的税收政府的贡献是最大的 对美国的就业人口 对美国的经济发展 贡献是最大的 甚至对美国的国防工业发展 贡献是最大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拜登的民主党 基本上来讲都不太理会 这些企业家对美国巨大的贡献 而应该有的影响力 他们完全不理会 所以马斯克已经多次的公开表明 他不会支持拜登 他不会支持 那由于过去特朗普也一直在 特朗普是贸易战的发动者 那特朗普对中国大陆的不友善 不礼貌也让马斯克 他保持了一个界限 可是为什么突然间 马斯克他却要捐给特朗普 这么大的一笔捐款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CEO 他要扮演成为一个赵王者 这个赵王者就是在这一场辩论中 就是上次的那一场辩论中 拜登一塌糊涂 表现的一塌糊涂 那么民主党内有很多人 主张要把他换掉 即使没有换掉 拜登的胜选的几率是降到最低 而特朗普的胜选几率是在升高了 关键的摇摆州 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倾向于特朗普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马斯克来讲 鸡不可待 必须要赶快掌握时机 因为雪中送炭很少人做 锦上添花大有人做 可是如果要锦上添花 一定要添最大的花 才会吸引当事者的最大的好感 最大的关注 所以你必须要捐一个让人很难想象巨大的捐款 这样的情形才能够让特朗普的团队跟特朗普 他特别去注意到看重马斯克 因为整个选举要花很多钱 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的美元不在话下 因为还包括了整个共和党的选举 州长参议员众议员的选举 这个几百亿美元的每一场选举都是这样烧掉的 那各位想想 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庞大巨额的政治捐款 如果他属实的话 是不是会让特朗普更看重马斯克 而马斯克会成为一个造王者 结果时机对马斯克时代是好到不行 因为报道指出 这次马斯克在美国政治版图上留下印记的 一个最重大的举措 就是捐巨大的捐款给特朗普 那就表达他已经支持特朗普了 而这个委员会就在今天 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时间15号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公布捐赠者的名单 如果捐赠者的名单中 确实有马斯克 而且是捐的巨大的款项的话 我相信马斯克的这一次的押保 真的是押对了 而且实际押得太好了 然后上天真的对于马斯克特别的照顾 为什么捐在前 特朗普枪击案在后 也就是马斯克先把钱捐了 之后爆发了枪击案 枪击案之后特朗普的当选几率 往上攀升到70% 各位想想 那等于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特朗普的当选率这么的高的情形下 马斯克他就成为下一任总统的一个最大的造王者 那其他的企业家在陆陆续续的争先恐后的 把款捐给这个特朗普的团队的时候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好 包括特朗普也好 那就看到血花花的钱 一直都送进来的时候 我相信那么很大的款项 也都不会引起他的关注了 因为最大的款项就是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给他的刻板印象是最深的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造王者 也是成为一个会在关键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企业家 这不得了啊 各位想想 中国大陆对于特斯拉的照顾 马斯克是感念于心 他的妈妈特别喜欢中国 长期的都在中国生活 马斯克对中国的喜爱 而且中国对马斯克本身在 车辆的资讯安全上 是完全愿意遵守中国的法规 中国也做到了承诺 那中国跟马斯克的合作也显示出 未来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 事实上也可以按照马斯克的标准 跟模式来做 他形成了一个标准的SOP的典范 这个对于所有讯息化时代 难道不都是一件好事情吗 那等于是中美的所谓的安全因素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吗 好 我们来看下个议题 下个议题就是北约 他要威逼中国大陆来抗恶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今年峰会把矛头都对向了中国大陆 然后他们除了指责中国挺恶以外 根据一些报道已经揭露出来的 他们正在研究 一旦俄罗斯在东欧的冲突扩大了 他们将要收回中国在欧洲投资的 基础设施项目 他的前提是俄罗斯在东欧的冲突扩大以后 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收回 用这个东西来牵制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然后他们的理由是说担心北京 利用这些设施为俄罗斯提供援助 然后他说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已经累计对于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了数百亿计的美元 根据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报道 那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中方就很斥责北约 说你应该要安分守己 你要坚守你的本分 不要挑战中方正当的权益 而根据这个报道 目前有三名官员 里面两名是美国人 一名是法国人 这三名北约的官员 他们就是由他们三位在讨论 而他们说这是目前的初步阶段 等于是已经有苗头了 他们的早期阶段 而北约成员国的参与程度 却是不同的 那我们有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这是美国法国 他们在主导 然后已经偷偷的开始在运作 酝酿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中国大陆在法国的 基础建设的投资不多 但是在德国投资有 在匈牙利最多 在东欧 在波兰都有投资 罗马尼亚好多国家都有投资 汉堡港也是中国的投资 各位想 对法国人来讲 反正我的国家 你没有多少投资 就好像我的车子 在你的国家卖不动 所以我来推动这些 对付中国的这些做法 对我来讲伤害最小 可是对德国的伤害最大 你看他一直好像都在针对德国 跟德语系的国家在打 其实他们是借助美国的手 在打他们自己的盟友 他们想把德国的汽车工业打垮 所以他们就借助冯德莱恩 这一位背叛德国的人 来去推动这个关税 那他们知道中国大陆迟早 一定会报复汽车关税 现在是先报复法国的白蓝地酒 然后再来就是要报复 这个法国西班牙的猪肉 接着当然已经开始对于风电 对于积电等等这些太阳能 开始进入调查了 那未来也一定会对汽车工业 进入调查 其实中国大陆还要在考虑 对于农产品的这些 报复要更加的强烈 因为欧洲的国家 他们就是大啦啦的补贴农业 特别是法国 要让法国的所有的红酒 要让法国所有的农产品 包括卤络等 都卖不进去中国大陆的市场 这个才会构成一些影响力 接着当然就是对于法国的名牌包 对于法国的这些药品 甚至对于法国的这些化妆品 那在未来来说的话 也要实施供给这样的情形 才会真正削弱法国的 经济公愿的能力 也才会让法国付出代价 那这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但是他们现在的脑袋 已经开始设想到 要没收中国的 投资在欧洲的这些资产 如果美国跟欧洲 确实这样做的话 美国跟欧洲投资在中国的资产 那是数以千亿计 他们要当心啊 中国大陆也很有可能 先没收推动者的部分国家的资产 来作为报复 所以中国有底气 中国的态度就直接警告你 北约安分守己啊 如果你们不安分守己 那不会没有报复的力量 但是除了要有强大的实力做反击以外 我们也要看看到底上站得住脚 站不住脚 前面我已经说了 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 之前的贸易额40亿美元 欧战之后 他们的贸易额650亿美元 13倍 所以成长了这么多的情形下的时候 而欧洲人什么都没看见 北约的国家 美国什么都没看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印度跟俄罗斯直接就有国防的合作 印度不像不断的向俄罗斯买这些武器 而且也愿意让俄罗斯在印度设厂 生产在乌克兰战争中 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而北约美国人还是视而无见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连任何武器都没有卖给俄罗斯 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额增加的比重也并不很大 也就是说没有增加到50%以上了不起就是25都不到 而印度却增加了13倍 各位想想一个增加13倍一个增加不到四分之一的两个 结果他们却针对中国来 这是没有道理的 更何况军民两用的料件 从欧美的国家进口的占70% 所以中国还不是最大中 而最大中却是欧美的国家 而这些北约的国家不去谴责 惩罚美国跟欧洲相关的国家 却说要对付中国 这是岂有此理 不去对付印度却要对付中国 很明显的 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借由俄乌战争 第一个甩锅 说俄乌他们北约为什么表现不好 是因为中国在背后支持 就第一个甩锅 第二个掩饰自己的无能 掩饰自己的无力 第三个他们对于促进和平毫无帮助 毫无贡献 而中国是唯一促进和平的贡献方 最后一个他们不敢对于印度 就是因为希望由印度继续来牵制 中国大陆的发展 这个就是这些国家的阴谋轨迹 坦白说面对这样的一些国家 你只能够用实力来跟他们说话 好 谈一下伊朗的问题了 伊朗新的总统产生了 他很感恩中国大陆 都对于伊朗的协助 所以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那伊朗的当选总统叫做裴泽斯基安 他在伊朗的媒体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在阐述他的外交政策的理念 那裴泽斯基安他就表示说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在伊朗面临挑战的时候 始终跟伊朗站在一起 所以伊朗非常珍惜这份友谊 那伊朗很期待在走向全球新秩序的过程中 你看他用全球新秩序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不断的 向全世界在说明说这是百年发生的大变动 整个国际间这百年以来很难得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变动 所以整个国际的权力的平衡正在新的在演变的过程中 现在是整个权力的势力的肖长在演变 过去是G7他们支配了整个世界 193个国家中这七个国家基本上就支配了整个世界 他们先是在于经济领域 在科技领域 在工业标准化领域 在金融领域 然后最后他们也伸手要在于安全的领域上 等于是要在经济外交科技工业学术 然后甚至在于军事整整要支配整个世界 由这个七个集团来支配 这个七个集团中又有美国人来领导 所以等于是过去是美国透过这个七国的组织 然后再透过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以及他自己的兄弟 安格勒萨逊族的五眼联盟 然后再发展出所谓的ERCUS 再发展出所谓的QAD 然后再由美国发展出美日美韩美非等 这些系统一级一级的 然后他掌控由美国支配整个世界 特别是能战结束以后 美国就把整个世界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他就开始去发动侵略战了 他并吞了吃下了阿富汗 他吃下了伊拉克 你看到现在伊拉克的原油跟中国的贸易 本来是用人民币来交易的 美国的财政部就直接管到这个伊拉克的央行 也就是说美国的联准会跟财政部联手 就直接要求伊朗的央行不准用人民币来做结算 只能用美元 各位想 美国可以直接指挥干涉伊拉克的央行的货币政策 他就整个把整个世界都占领支配了 所以当他最强大的时候 他就整个吃下这个世界 谁不听他的就打他 叙利亚是如此 利比亚也是如此 那现在呢不一样的 权力重新再调整了 G7的国家一直在衰败 印度已经超越英国了 而日本退到第四位 德国进到第三位 那韩国也在往前走的路中 中国大陆一直追上美国 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整个世界在改变中 那么南方世界 它本身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 过去是G7 现在是金砖十国 然后还有就是G20了 所以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在发生了 权力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 美国他们既得利益者一直在抗拒 一直在抵抗 一直想办法对于改革者 新的秩序的电造者 在不断的去打压 所以目前的冲突非常的激烈 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冲突中 那这一些被美国打压的国家 都走在一起了 而且越来越团结 所以拉丁美洲的国家 跟中国团结在一起 非洲的国家跟中国团结在一起 东盟的国家除了菲律宾以外 也都逐渐的跟中国团结在一起 中东的国家慢慢的就远离了美国 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在了 而是跟美国的距离 就保持一个距离了 而他们慢慢的更跟中国大陆的距离 在接近中 所以美国的影响力 从原来的全球慢慢的在萎缩 而只剩下在欧洲 欧洲还只是部分的欧洲了 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只剩下北方的加拿大 亚洲的日本跟韩国菲律宾 所以它的影响力越来越缩小 而整个权力结构在改变 中东地区的国家 它的影响更大了 而在中东地区中 伊朗它就谈到了 所以在这个新的秩序的过程中 与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对于伊朗的发展是绝对有利的 而且对整个区域间的安全稳定 也是有利的 他就特别提到了 在2023年 中国在促进伊朗跟沙特的关系 正常化方面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显示出中国对于国际事务的 建设性的愿景和前瞻性的态度 所以他们更看重跟中国的关系 更看重跟中国的合作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 我相信中国大陆跟伊朗在未来 不管是天然气管线的合作计划 不管经由离海 然后再由图库曼、哈萨克 或是吉尔吉斯、乌兹别克 进入中国的境内 或者是经由巴基斯坦 进入中国的境内 那么甚至双方之间的本币交易 还有石油跟基础建设的 贸易的交往 我觉得会一直在提升中 这个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而伊朗他很看重一件事 他特别提到 就是中国大陆 在对于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他的态度很明白的 就是他会延续继续跟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 让什叶派跟逊尼派 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步一步的增强 这样的话就让中东地区原本派系之间的对抗 那么走向和解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中国做到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相信中国的影响力 在中东地区将会更有发展的空间 好 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朝鲜了 朝鲜半岛的局势开始在升级了 因为拜登在7月11号 他在他的首都华盛顿 尤其是在北约峰会的期间 他跟出席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做了一个会谈 那韩联社他就报道两个人发表了 朝鲜半岛核威责核作战指南的联合声明 核威责核作战指南的联合声明 他就警告如果朝鲜平壤政权对韩国发动核攻击 必将面临压倒性和果断的反制措施 这意思也就是要相互保证毁灭 就是说你朝鲜只要对我实施核攻击 我一定会而且必然会 你不用怀疑我绝对会的 马上对你实施核报复打击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完全毁灭了 你用核打击我我就用核打击你 那就完全两个国家都毁了 他要玩这个遇死拒毁的一个战略了 这就是他们第一个战略 可是问题就在于朝鲜信还是不信 但是问题是朝鲜的核武不能 不只打到韩国他也打到日本 也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那如果他打日本呢 你美国会使用韩国的放在韩国的核武 去打击这个朝鲜吗 那这个情形下你韩国是不是本身 是先攻击朝鲜 朝鲜才对你实施反击 那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设想到里面 那如果他对于美国实施核打击呢 那难道你韩国也要卷入这个核战里面吗 更何况我们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美国可以把核武放在韩国的空军基地吗 你的核动力潜舰到了仁川港 这是一回事 可是你把核弹头放在地面上的空军基地 或者是陆基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核动力潜舰是来了又走的 但是如果你放在空军基地 就摆在这里了 那不一样的意义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 那你该怎么去运作呢 好 然后他又警告 如果朝鲜平朗啊 好 一二三 然后他根据报道 拜登和以席越啊 他们又商定了 把美韩同盟的根基 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 然后并将实施核力量与常规战力的整合训练 同此两国也商定 在朝鲜核危机爆发的时候 扩大共用核武敏感情报等 拜登重申说华府将动用所有的军事力量 履行对于韩国的延伸和威责的承诺 这样的一个情形 等于是说你常规武器跟核武器 是在未来的演习中要联合使用 那对于朝鲜来讲他如何去判断 你今天使用的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 例如说你韩国你使用的是短程的导弹 那这个是装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 朝鲜如何能够掌握 除非朝鲜具有强大的军事征收能力 如果朝鲜不具备有强大的军事征收能力 他一定是从严从宽 所以他一定会假设你的任何一个军事动作 都是使用核武 那难道朝鲜不会率先使用核武 也就是先发自然的方法来攻击吗 那我们一直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就整个荡然破坏无疑了 就整个荡然破坏无疑了 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目前的危机 紧张局势核战的风险事实上在升高了 所有投资者到韩国的投资者 应该要把这个战争风险都考虑在内了 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